吃辣 它不燙了 可是我的嘴巴都不燙 後來我去了一趟愛景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是香菇的小慧 其實大家都看過我的影片 然後大概知道我不太敢吃辣 但為了訓練吃辣呢 我可是有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 然後今天要來驗獸的時候了 然後我們特技在台北東區附近 找了一家叫做娘娘刷辣粉的大胃王挑戰 等一下要去出發的路上 好 出發 Go… 到了 特別的興奮因為要吃辣 那我們趕快進去挑戰 Go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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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哇 耶 真的超香的啦 剛剛我們點的餐點都已經上桌了 這是我給自己設下的吃辣挑戰 然後要在30分鐘內 分別把這五碗麵全部吃光 然後我們點的口味有 涼拌雞絲麻醬粉 牛肉丸重慶小麵 跟豬腸的酸辣粉 肥腸的酸辣粉 牛肉的酸辣粉 好 祝我好運 加油 預備開始 好了 先喝一口湯 不要假啦 辣對不對 不是 我覺得這個 不想放棄 真的好舒服喔 第一碗而已 嘴巴一個捷麻麻 疊到第三碗的時候 看它有那個麻醬的可以煎辣 好香 我想要開好了 還沒有變冷氣啦 好香喔 好香喔 Кор Growing 泡的 我叫 Bosco 剛剛已經幫妳弄小辣了 我以為我吃它薑布 cris 沒關係 這個不行要說 它真的有點辣 可是它就是很好吃 好辣喔 好辣 好辣喔 嘴巴擦一下 因為這是我給自己的挑戰 是我自己要求 沒有人比我的 因為以後比賽是我一定 還是會遇到很大的 東西 所以嘴巴還是要適應對不對 好辣喔 它很好吃 等一下 嚇一下 沒辦法 五分鐘… 五分鐘喔 我吃一碗麵竟然花五分鐘 好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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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要吃飯嗎 這樣拿到口味 直接拿 好 它很好吃喔 拉到下到尾 我沒想到安辣 我想說我都去小火鍋店敢點麻辣鍋 吃辣的人來這邊會覺得非常的… 很開心 會… 會很舒服 有解到辣嗎 有 好香喔 真的沒有… 這一碗真的沒有辣 一點點 對 加了一點點的辣油 它那個… 花生已經滋潤掉很多東西了 然後這樣超香的 自己喜歡 嗯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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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突然拉到口味 那又要到 един 是你 好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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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是吃辣椒蛋耶 這真的是吃辣椒蛋耶 我好久沒有一個筷子夾一個肥腸了 我以前都整妹耶 好吃 小慧妳要冰的烏梅汁解辣嗎 好 謝謝 有解到辣嗎 店家的烏梅汁救了我 我先試試看 第一次烏梅汁 1個獄 3個獄 3個獄 6個獄 拈開 可以放在烏梅汁 湯要喝完對不對 我是覺得不用嘛 因為你不要勉強自己 把該吃的那些料都吃掉 黃小蕙加油 牛肉的 它牛肉好大快喔 牛肉快耶 牛肉快好吃喔 它都是選半斤半肉的部分 牛肉快好吃喔 它都是選半斤半肉的部分 我的嘴巴不是我的嘴巴了 安娜 可以了 我只是有點怕辣 你先把 重點把麵跟料都吃完 好 沒問題 燒辣粉真的好吃 愛吃辣的人絕對會很愛 只是如果不耐吃辣的人 你要點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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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 你的就是微微微微微微辣 不是 小跟微大多 我知道老闆說是微辣 辣到身心 現在很暴躁 其實它不燙 我好久沒有遇到 現在先我們說話好了 我還可以 我還甚至 吃燉了幾秒鐘 我都塞住了 可以的 對 可以的 可以的 它有11分鐘 好 所以這應該是你遇到 其實最難的挑戰 11個吧 還有口感嗎 我剛才吃全部的肉裡面 這個是雞 涼拌雞絲嘛 然後豬肚 牛肉跟肥腸 我最喜歡牛肉丸 它吃下去超多汁的 而且它的牛丸 它的牛肉丸非常的Q彈 而且它的內餡非常的扎實 飽滿 這牛肉丸很好吃耶 老闆精心偷選 嗯 滿滿的牛肉味 這牛肉丸很厲害 好 冰氏 進階了 喝一下 要8分鐘我們不講話好了 嗯 嗯 看到我聽到了 要哭了 媽媽 好 趕快吃吧 趕快吃 超紅 不然我吃下去以後就可以 就是紅 紅… 好 我們先攪拌一下 我想到一個 但是先把最辣的東西吃掉的話 不要把它拌均勻 痛一時 不要痛一時 吃到麻都沒有痛覺 有麻醉心 這個好像沒那麼辣耶 真的喔 有進步 因為它有加了一點點的麻醬 初環辣味 這時候我的嘴巴都發燙了 這是我近期挑戰過 最難的 難度最高嗎 對 排前瞻了 因為我有點分枝不清 所以這個要陪在訓練一下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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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有嗎 有 有 有在時間內 這是25分 我感覺我去這裡 去了一支愛景 為什麼在愛景 很熱很熱 來討論這張之前 我有看照片跟人家播的影片 我覺得應該OK吧 我應該OK吧 是不是這樣 真的你一樣很熱吃辣 對 那有一定程度的人來吃的話 你會覺得就是 就會覺得它很OK 那我們來點其他小吃來吃解辣一下 這幾家都是這家店很拿手 很人氣的小菜喔 像這個是蜜製鳳爪 口水雞跟鴨翅 聞起來都非常的香 而且這間店很多料理啊 都是遵從那個重慶傳統料理的方式 很多其他店不會出現的像這個 二斤條跟十柱紅 都是用許多的辣椒下去做調味的 剛剛吃的那幾碗酸辣粉啊 跟那個重慶小麵 他們的辣是很有層次感的 就是後勁很強 後勁很強 又像煙火一樣很繽紛 然後一下就沒了 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所以可以再吃囉 不敢保證 好 那我們繼續吃小吃 哇 這香菜 香菜很看人的 我的話是很喜歡 這口水雞好嫩喔 那個皮跟肉之前還有一個洞在裡面 吃下去就非常的滑順 而且那個肉啊非常的細緻 奇怪 然後我剛剛有跟店員說 一點點辣 所以那肚子還是可以一個人做調整的 因為剛剛那個酸辣粉大到我了 哇 這蜜汁放得好大喔 滿滿的膠原蛋白在我的嘴巴裡面化開耶 這吃到嘴巴中還有點有點 那個 黏黏的感覺 那個黏黏是那個 膠質 而且我本身就是會去那個 外面買鳳爪來吃的人 因為我很喜歡吃QQ嫩嫩的東西 好吃 帶你吃一餐 鴨翅 王美手 有嗎 嗯 五號生理耶 它鴨翅滷得非常的入味 所以它每一口鴨肉都有 辣椒的香氣跟原本滷汁的味道 我覺得很特別 我很喜歡 這幾樣小菜呢 我們就現在就是 貪心的把它慢慢的吃完 然後也很感謝今天大家的收看 之後我們還會再繼續做更多的挑戰自我的事情 然後大家也不要覺得心疼我 因為 這個是給我自己的挑戰 因為呢 這樣我才會繼續的進步 保證你以後在比賽的時候 可以表現了更加的出色 跟更加的成績 更好 更成績 對 更好 沒錯 然後謝謝大家的收看 大家掰掰